听着敲击铜波的声音入睡,嬉秀芳香,抚平焦虑情绪,享受独处带来的宁静,渴望心灵按摩的年轻人正将疗愈推上养生局C位。 美团平台数据显示,2023年以来,疗愈关键词的搜索量增长256%,送波、方疗、冥想等疗愈方式逐渐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。 近日,记者走访湖南长沙多家门店发现,不仅SPA馆、美容院等成熟业态将疗愈作为特色项目,专作送波、方疗等项目的精品店也成了消费者心灵养护的选择。 在长沙开服区一家音疗馆内,音疗师魏庆红按照一定顺序用音锤敲接着四周筋20个大小不一的波体,利用嗡嗡的震动声帮助顾客进入睡眠状态。 他告诉记者,送波本身就是一种声音按摩,加上店内的舒适环境很容易让人进入放松状态。 像我们这个送波、铜波,它的声音是属于比较稳定且悠长,所以其实送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睡眠辅助器。 我们就会让一些体验的客人们,他们就舒服的姿势平等下来,然后就会开始享受我们的音乐,让心情放松,这等于说让人好好睡个觉了。 八年后勤联集是音疗馆的常课。 2023年,因工作压力开始出现情绪低落、睡眠障碍等问题。 在此之前,听听敲波声就能调理身心,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 直到半年前,他开始接触送波疗愈。 一方面就是对你的身心做一个疏通,然后它也是一个就是你不断看清自己的过程,然后就我会整个人就会更加松弛,不会像以往一样,就是目标在那里,就要逼迫自己不停地往前冲。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在这之前,我现在还能这样很松弛地坐下来。 除送波外,借助植物芳香调节生理机能和情绪的芳疗也是一种疗愈手段。 常与按摩、品名等项目相结合,受到年轻人的喜爱。 芳疗师何亚林在长沙天心区开了一家芳疗茶室,会根据客户的需求调配定制精油,每瓶精油的价格在100元至300元间,一周能卖出上百瓶。 目前,他正在跟一个心理工作室合作,打算用心理咨询师加芳疗师的组合,为消费者提供更有效的心理疗愈。 我们的一些工作上或者是学习上的一些压力,它就会导致可以让我们放松,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,然后或者说让我们兴奋,或者让我们增强我们自己的自信。 完成一套八段井,之后席地而坐,闭上眼睛,伴随轻柔的音乐进行冥想。 在长沙最繁华的商圈,每周末都会举行这样一场沙发音乐会。 主理人阿丽介绍,他从事音乐行业多年,发现如今年轻人不再一味地追求动感和声浪,反而越来越享受具有松弛感的音乐会形式。 于是,尝试将冥想等元素融入活动中,希望满足更多年轻人的需求。 其实大家对这个挺感兴趣的,他们是很愿意过来去参加我们这个活动,因为本来就是一,比较新奇吧,第二呢,就会比较舒适,大家都想就是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嘛。 00后大学生刘晓荣从社交媒体上刷到冥想音乐会慕名而来,不仅体验了一次能发呆的新奇音乐会,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, 百元左右的票价让他觉得物超所值。 我觉得这种冥想其实对我来说挺新奇的,就是跟Lab House有些不同的感觉, 比如说这一个星期的压力,就感觉经过了这个冥想就减缓了很多,我觉得特别开心。